日常生活口试课题五 课题 包裹储物柜 参考问题 一 你见过录像中那些包裹储物柜吗? 二 你喜欢包裹储物柜吗? 为什么? 三 你认为目前的包裹储物柜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? 四 请分享你使用包裹储物柜的经验 参考答案 一 你见过录像中那些包裹储物柜吗? 见过 在购物中心、组屋区、私人住宅、民众俱乐部等 有Parsal Center、Pop Station、Pick Locker等 二 你喜欢包裹储物柜吗? 为什么? 喜欢 因为很方便 有时候不在家 送货员无法把包裹交到我手上 就会放进储物柜里 我有空的时候就能自己到储物柜取回包裹 包裹储物柜24小时都能取货 我不需要在家等包裹 对我来说非常方便 三 你认为目前的包裹储物柜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? 我认为目前的包裹储物柜的取货时间太短了 最好能够延长至一个星期 这样的话 如果我工作忙碌 或是在国外 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包裹 不是所有的包裹储物柜都能容纳大型的包裹 有些储物柜是能储存体积较小的包裹 四 请分享你使用包裹储物柜的经验 有一次我不在家 快递公司把我的包裹储存在包裹储物柜中 我收到一个有包裹储物柜密码的手机简讯 我用这个密码取得了包裹 包裹也能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取出